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6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到香港局势的最新进展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过去五个多月的动荡局势中 来自中国军队的士兵首次被派往香港街头 数十名士兵于周六从其九龙驻地行进 以帮助扫清道路障碍 这也是一年多来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首次参与公共社区活动 去年十月有四百多名士兵被分批送往香港的郊野公园 以帮助清除一个月前台风山竹期间被砍伐的树木 士兵们大多穿着绿色T恤还有黑色短裤 背着红色水桶 大概下午四点从解放军的九龙堂军营出来 以扫除晋信会大学附近的路上障碍 有一位士兵说他们的行动与香港政府无关 他说指暴制乱是我们的责任 引用的是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的一句话 消防员和警察后来也加入了帮助 在士兵出现之前大概有二十人正在清除路障 他们带来首推车将砖块还有其他物体移到人行道上 去年香港安全司司长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自由决定 是否派遣士兵在军事场所外执行志愿服务 而当地政府没有记录发生这种情况的次数 根据香港的驻军法还有该市的威行宪法 解放军不得干预当地事务 但是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可以派出部队协助救灾 或者维护公共秩序 自从二十二年前这一座城市回归中国统治以来 从未提出这样的要求 驻军法还规定如果军队计划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军事活动 比如训练演习则应该通知香港政府 安全资深人士还有香港民主派议员表示 他认为解放军的举动不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的 他呼吁政府解释这些士兵是否因为官员根据驻军法 或其他法律依据提出要求而被派遣出去 他说这次看上来不像是志愿服务 他指的是士兵们参加以前直书活动 这更像是维护公共秩序 他说如果这次行动不涉及驻军法 那么士兵们就不应该出来清理砖块 这很危险 他补充说 他指的是他们与抗议者之间的潜在冲突 他们可能会说解放军士兵遭到的袭击 然后他们可以使用重型武器 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 他感到士兵们正在努力给公众留下印象 让人们习惯于在营房外开展活动 也是前安全司的执行委员叶刘淑仪表示 他相信这些士兵只是作为志愿者来帮助香港市民扫清道路 他们没有执行军事任务 他们的帮助得到了香港人的高度赞赏和欢迎 他这样表示 在香港大学外数百名居民和校友从下午三点左右抵达 并开始清楚自周二以来一直阻碍伯父领导的障碍 行动基本上是和平的 尽管当一名男子与香港大学以外的另外一个人发生争执时 爆发了战斗 另外在伯父领导上方的行人天桥上也被扔了一颗汽油弹 有一些志愿者戴着建筑手套和口罩 还带来了金属杆 以拆除抗议者建造的水泥架和砖墙 有一些抗议者大声喊快一点 当他们看到障碍物被清除时 一位区医院选举候选人是活动的组织者 他指出包括癌症患者在内的香港居民需要到达医院 这是他呼吁香港校友帮助扫清道路的关键原因 他在南部地区的伯父林区竞选 反对亲北京的候选人和现任区医员 到下午四点救护车汽车还有出租车在过去几线中 首次开始使用这条路 志愿者们欢呼雀跃 清除障碍的人包括前执行理事会成员 他说这些路障很难搭建 但是很容易被销毁 在清理道路和一群抗议者之间保持紧张的时刻 这些抗议者留在街道上 坐在其中一个路障前面的一条线上 我们必须帮助香港 我们必须自我帮助 现年五十四岁的何宝林说他来自九龙 他表示自己不是校友 自中午以来在香港中文大学 有一名毕业生一直在校园里 帮助清除道路上的积木 他说我没有汽车 所以如果我要打包食物或医疗材料 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帮助回复校园 但是在香港理工大学 由于没有人清除障碍 海底隧道仍然关闭 同样是有关香港问题 加密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南华早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作者是咨询的媒体人王向伟 他写道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并自豪地把这座城市称为家的人 我在星期一晚上将手提箱从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地铁站拖出时 感到一种怪异超现实的感觉 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 霓虹灯变暗了 购物者和办公的工作人员比平时少很多 整夜都挤满了这座繁华的市中心 我酒店的工作人员强烈建议我待在室内 因为到处乱逛并不安全 在我酒店的房间里 当地电视新闻频道播放的令人震惊的镜头 一个骚乱者被近距离警察开疆射击 一个年纪大的人被汽油所交 并被另外一个抗议者纵火 混乱持续到星期二和星期三 学校和大学关闭课程 而地铁则由于抗议分子的破坏和威胁 关闭了整个车站 在某些时段甚至是关闭了整条线路 在撰写本文时 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消息时 担心自己在香港大学校园安全的中国内地学生 正被公共汽车和轮船撤离到附近的深圳 此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的警察 与暴力抗议者之间发生了一整夜的冲突 台湾当局同意 在学生及其父母表示关注之后 安排航班撤离在香港中文大学 还有其他香港大学学习的台湾学生 显然说普通话足以让你成为抗议者的目标 在我遇到许多当地的朋友和联系人之后 他们都说祝你安全 香港的情况如何 这取决于你与谁交谈 当地居民中国大陆人外籍人士 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意见 作为三十年的记者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 不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很少有人基于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报道 他们的观点和情绪更多是由在线上散发的虚假新闻和谣言所驱动的 照片的更改 或者是精心编辑的镜头 推动了反政府或者是亲政府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该城市的进一步分裂 许多人更倾向于阅读 相信和谈论 他们已经认为是真实的 或者已经认可的事情 并将不同的观点视为虚假宣传 曾经有过很多关于香港沉默大多数的言论 他们反对抗议暴力 渴望和平与稳定 一线人认为其中许多人还怕大声几呼 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麻烦 这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更加倾向于我的同事 Udin Votto的观点 他在上个月的专案中说 没有沉默的大多数 只有恐惧的少数人 而其余的人似乎都安于暴民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在过去几周不断增加的暴力行为之后 可以认定有数千名顽固的暴乱者一意孤行 造成工友和私有财产的混乱 并抨击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 根据媒体报道 许多被捕者都是年轻的 包括一些十二岁或者十三岁的年轻人 很难想象那着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的父母 邻居或者是亲戚对他们每晚的工作一无所知 实际上周外在网上流传的录像显示 当黑衣人穿过一条荒芜的街道 试图阻在中央商务区的交通时 穿着整齐的专业人士为他们加油打气 街道两旁举着照相手机 网向尾写道 现在是时候让主流媒体停止把这些人当做抗议者了 在六月当超过二百万人和平流行时 他们是抗议者 但是现在那些决心对我们的城市造成大规模破坏的顽固分子 应该被称为真正的暴力分子 是的警察也会过度使用武力 应该被调查 如果发现有罪应该予以惩处 但是这不能为那些针对公共或者是私人财产 或者是殴打他人的暴力分子辩解 我毫不怀疑 这些肾上腺素激发的大学生和高中生 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做出过激的举动 我本人是天安门广场三十年前的示威者之一 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 然而像现在一样 许多毕业的学生突然间经历了肾上腺素激增的攻击 香港的暴力分子有权使得该城市部分地区陷入停顿 或者决定哪些企业可以继续营业 他们是媒体关注的中心 被誉为英雄或者是自由战士 而且如果人们相信他们 他们很容易就能够吸引女性的倾慕 对于林郑月娥和她的官员们来说 他们是绝望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的行动空间很小 妥协的窗口很久以前就关闭了 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此外要满足抗议者的其余要求 包括大赦被捕者和普选 无论如何都需要北京的事先批准 对于北京他们是偏执狂 除非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失去对香港的控制 否则他们不会给香港更多自由 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将进一步加强他们反对任何妥协的理由 并且有报道说 说普通话的中国学生担心自己的生活必须被疏散 与内地有关的生意也遭到破坏 这已经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广泛的愤怒 他们敦促中央政府对香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有趣的是尽管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方媒体 经常刊登报道 沿引中国官员及其在香港支持者谴责暴力的行为 但是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暴动者肆意横行 烧毁拥有财产的新闻镜头 比如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或实体 或被疏散的中国学生 根据推测中国官员意识到 发布可能会对大陆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和企业产生反弹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北京可能会以不断升级的香港暴力作为合法借口 以推动香港制定更严格的国家安全法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有具体的时间表 此外推动香港颁布此类法律 或者北京直接实施此类法律 将花费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北京极有可能坚持其现有政策 同时敦促香港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梁振英在香港最新事态发展方面所说的话 梁振英在上个月的脸书帖子中警告说 香港的动荡正在进入更加危险的孤狼阶段 示威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但是暴力事件变得更加极端 历史表明孤狼的袭击可能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们很容易成功逃避侦察 第一次单独的孤狼袭击已经发生 十一月六日 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上刺伤了支持建制派的国会议员何君堯 如果在过去的一周内发生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 那么我们非常应该重视梁振英的警告 下面我们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投资相关的一条消息 来自华尔街日报 文章介绍说中国风头热潮退却 赚钱不再容易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写到中国的风险资本投资热潮已经退却 这股热潮在近几年造就了一些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企业 以及数十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传奇 投资者对于中国初创科技企业增长和获利潜力的信息 突然逆转后的一年后 中国的风险资本融资规模正在逼近二零一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些压住创新型初创企业崛起的投资者如今发现 随着中国初创企业上市速度放缓 获利套现变得困难 由于大量未上市的科技企业近几年估值高起 很多风头基金都因为持有估值大增 而又没有办法兑现的收益 令人担心的是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公开市场的投资者将不会为那些前景堪忧的企业付出高价 专注亚洲私募股权投资的泰盟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尚美建称 在中国投资者过去认为 他们可以通过私募和风投迅速获得高额回报 但是其中的许多人已经蒙受损失 在经历了诸如共享单车初创企业和电动汽车等失败案例的亏损后 很多投资者再重新考虑是否要支持其他的初创企业 今年一月至十月大概有六十一家专注中国的风投基金 完成募资一百二十六亿美元 如果融资活动在二零一九年余下的两个月里面没有大幅增加 那么今年包括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总募资额料 将大幅低于去年的水平 二零一八年有一百七十支基金总共筹到了二百五十六亿美元 该行业的放缓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仅在两年前亚洲还在挑战美国作为全国最大风筹投资地点的地位 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国的新资金迅猛增长 风投基金将投到的资金投入那些宣称在送餐 网约卡车自动驾驶汽车和医疗服务领域 所有的创新的互联网初创企业 他们在过去几年里帮助打造出了十几只独角兽 也就是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 总部位于北京的创世伙伴资本主管表示 风投筹资规模的指数级增长 超过了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 他指出中国好的科技公司数量仍未超过美国 很难想象当前的创新水平能够消化掉如此多的资金 他曾经担任中国合伙人 总部位于北京的另外一家资本董事长认为 这样一个行业已经到了调整的时候 巨额的资金在追逐交易 无差别的推高了公司的估值 如今完成交易所需的时间变长 一些初创企业筹集到的资金以及其估值也低于自身的预期 VIPKID今年早些时候寻求融资五亿美元 对应的估值是六十亿美元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在线英语培训公司 得到了风投公司红杉资本 还有退役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的支持 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 VIPKID九月份筹集到了一点五亿美元 对应估值低于此前目标 而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中国光大的董事总经理表示 在中国美国退休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会 曾经是美元风投的重要基金来源 但是由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许多美国投资者已经撤出 此外中国削减债务的努力 已经迫使许多国内投资者撤出风险较高的投资 因为这些投资者借钱变得越来越困难 成本也越来越高 同时美中贸易战以及香港的政治动荡局势 削弱了中国一些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 短期上市的前景 最后一起看到的这条消息 讲的是明天系的哈尔滨银行收归地方国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集来看来自财新网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在包商银行被监管部门接管之后 明天系旗下的另外一个银行牌照 哈尔滨银行也被收归国有 在十一月十五日晚间哈尔滨银行发布公告称 公司的两家内资股股东 即黑龙江软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同达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将持有的股票转让给了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转让对价总额大概是五十二亿元 有市场分析人士称 这样的交易对价包含着新股东 需要对原来的大股东明天系 占款的追讨和清理 根据知情人士获悉明天系在哈尔滨银行账款大概是四百多亿元 由相应的股权和资产作为质押 此前明天系将所持有的哈尔滨银行股权质押给相关的关联机构 比如新时代信托等 但是目前工商信息已经没有这些的质押信息 根据记者了解 这一次哈尔滨银行的股权处置 一度是由市场机构参与竞标 甚至有的机构已经支付了定金 但是最终未能如愿有接近交易人士称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市场机构的自有资金不足 不过记者了解到地方国企仍然是参考 恒丰银行的处置方式 向央行申请了专项借款才得以顺利注资 二零一九年一月黑龙江省金控才刚刚成立 由黑龙江省财政局全资持有注册金是一百三十六亿元 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哈尔滨银行并不承认自己是明天系的一员 哈尔滨银行一度启动了A股上市申请 但是在二零一八年三月 引起内资股股权结构可能发生变动而撤回 当时银行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表示 该银行没有控股股东或者是实际控制人 但是证监会在IPO反馈中对哈尔滨银行的股权不清等问题 提出了质疑要求中介机构核查 如今哈尔滨银行的处置再次证明明天系是该行的实际控制人 通过多家公司的股权安排早已突破对一家银行单一持股比例的要求 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 在引入地方国资作为主要股东后 哈尔滨银行未来董坚高人士将如何安排 根据记者了解在明天系资产处置以来 哈尔滨银行董事长郭志文一度受命为明天系银行类资产寻找买家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而可避免